经过猛烈撞击 车体零件散落一地 被撞的女子就倒在路边 对象车道一团大火球 冒出熊熟火光及黑烟 挡风玻璃全碎裂成蜘蛛网状 左侧车头更是整个板筋凹陷 难以想象当时的撞击力道 而当消防车赶到场时 机车则已经被烧到焦黑只剩支架 没关系啊 你要不要注意 要不要注意 这次女驾驶坐在路旁满脸惊恐 对于刚发生的车祸惊魂未定 事故现场就在桃园市复兴路上 当时这辆轿车直接跨越了双簧线 逆向行驶到对象没车的车道 直接撞上了这辆倒霉的机车 车上两名女子当场被弹飞十公尺远 倒在地上痛苦哀嚎 而机车也整辆起火变成火球 画面触目惊心 双方驾驶均没有喝酒的情形 女性的机车骑士倒卧在路边 有一位伤势比较严重 加之多重的开放性的骨折 据了解这名女驾驶当时疑似 因为开车恍神才会逆向行驶 发生车祸 而这起意外造成三人受伤 只是这场车祸也把当时的 目击民众全都吓坏了 记者林中正李逸璇桃园报导